这两天应该吃的了 就是说可能还没得了门前 大家好呀 我是妍妍 这会儿我们来看啪啪根来了 我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了 然后前两天不是好多朋友在问我 可以发了吗 我觉得啪啪根可以稍微久等一下 就是甜度稍微够一些 因为像我们这边他们家 是没有达任何那种甜的那种药的 所以说怎么样它都会有一定的果身安慰 走吧 我们先去看 我要先去尝尝 口罩装起来 全是黑点点脸上 你看因为最近在开始打霜了 这上面就是用布遮起来的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打坏 这边缘上都没有遮 我摘个一般的 我这样摘是不对的 应该用剪刀发火的 要用剪刀摘才行 我尝尝看看 会甜 但是它那么起没有达那种甜蜜素 那么都会有一顶的酸味下来吧 但是你想把甜蜜素的东西吃了还是不好 还是有点点酸现在 现在可以开始预售了 再等个半个月再放过去的 打不晓得 我回去吃包装 打不晓得 现在这个味道 坏娃婆吃刚刚好 等会儿给这个坏娃婆整天回去 这一片全部都摘起来了 就不摘看到红棒棒的 打算了必须要摘 是否还可以的吗 好多吗 这一片坏娃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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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爬坏娃就要比这个大很多 不高 嗯 这种这么大的就可以了 哎呦 这个好吃包装 你要剪好大的鱼 这一片坏娃 能剪个椰子的最好 这个看起来多么安逸 多么大个大个的 哎呀 就是大油那个10次到10天 但10种还是不好 这个 对 这个还是要有一些锅酸味才正常 嗯 嗯 这边是长得多 哦 你看这边看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大 好多油 这个好大哦 但是我感觉这种还没得这种正常大小 这种好吃 就这种应该没得这种好吃一些 这个太大了 老虎大一条 那你说买这种要选哪一种样式的好吃啊 这种话 还是要选哪一种好吃的 这种好吃的 这种好吃的 这种方法 这种好吃的 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感谢观看